在过去的19天,经济道富川市多文化元素的工人去秋季郊游 亚洲人团结新闻文化中心已在农村地区组织了一次实地考察 并参加了移动劳动者农村情报文化中心主办农产品现场考察的会议 苹果采摘的第一个季节,体验者们从来没有从苹果树上亲手采摘苹果 感觉很神奇,根据体验农场代表的指导 苹果一个一个地放进了箱子里,几乎没有打过农药的苹果 采摘后便可直接使用 农民的热情和朴实让体验者们倍感亲切 在炎热的太阳下,苹果填补了饥饿的空腹 接着是学做韩国点心,博物馆工人 介绍了韩国点心的由来和种类 随后体验者们尝试做适合自己的口味的点心 一边做又健康又好吃的韩国点心,一边体验韩国的文化 在富川,好空气,好水,好生活 虽然停留时间很短暂,但却留下了让人难忘的美好回忆